大家好,今天我们请到了梁培贤同学,然后再给我们做一次这个讲座呢,这个讲座我个人感觉挺有意思的,就是一个视频方面的东西,然后现在视频方面东西也挺火的,然后其实非常实用的嘛,有TriGP4的先加一些什么那个视频啊声音什么东西的,这个是一个将来的长期这个很有 很有研究这个前途的一个东西,那培贤你自我介绍一下,我们可以开始,谢谢 好,谢谢红博,就谢谢红博这次组织这个活动让我们大家有这个交流的机会 我现在是宾大的博后,然后我之前是在圣母大学读PhD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UniVTG,TWISE Unified Video Language Temporal Grounding 就我本身不是做video,就是这种视频检索的,但我分享这篇文章的原因就是它是提了一个Unified的一个Network 它将不同种的,三个不同的video task做到一起,就是我觉得这种Unified的这种Formulation也是 现在强化学习比较重要的一个方向吧,然后再加上这个,它确实这个video 像这种视频检索啊,这种和Language和这种结合也是现在非常实用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就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这篇文章 就是在分享的时候,如果我有什么讲漏的或者就是希望大家也可以补充啊 然后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希望大家指出来 然后这篇文章它主要是新加坡国立的一个组作的 我们在讲这篇文章开始的时候 我先讲一下这个Unified的Formulation这个概念 就是说我们现在知道有一些大模型 就比如说XGPT这种模型出来 它是有很强的Generability 就是它在可以,就是它可以,就比如说XGPT 我们现在可以,其实日常生活中可能大家也都在用它 就是它可以帮助我们很多task 就是可以帮助我们就是修改Polish文章啊 或者说我们问它些问题,它可以给我们一些答案 就是这种NLP的这种Foundation Model 它这种大模型,它其实是把不同种NLP的Task formulate成了一种Generation 就是Sequence to Second Generation的一个Task 就比如说在这一篇文章里面 这个是22年的一个ACL的一篇文章 NLP的文章里面 它就是把这四种不同的Task formulate成了一种统一的一种输出形式 就比如说对于NRTask 它比如说Steven这个人名 所以它要给它给一个Person的一个Label 然后对于Apple 它要给它一个就是Company Organization的一个Label上去 然后所以它的输出形式就是长这个样子 就是可以看成一个Generation的一个Task 同样的对于Relation Extraction 它也可以说Steven和Apple之间 它们是Work for的一个关系 然后它也可以把它进行这样一种形式的输出 这个是NLP里面的话 它就是可以把不同的Task formulate成Generation Task 同样我们来看CV里面 在CV里面就是Segment Segment Antimodal出来 它就是将不同的Segmentation Task formulate成了 都formulate成了一种InstanceSegmentation Task 就是它可以Segment的东西很多 但是它最后都把它 就是包括就比如说这个剪刀的这个Segmentation 它不管是它对于整个剪刀的Segment 还是它这个剪刀手Segment 还是其中某一个的Segment 它都可以把它看成一个Instance的 一个Segmentation Task 那为什么这种Unified Formulation还好呢 就是首先有一个原因 就是它这种Unified Formulation 它可以应用到大量的Data 因为它不同Data 如果它就是我们现在 在做Deep Learning Model里面 我们对一个Task它有特定的Data Set 但如果我们能把这些不同Task 整合到一起 我们就能应用到更多的Data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我们看它的Learning Object 它的最后中的它的学习目标 它是因为它把不同的概念 它用一个相对来说简单 就是Unified的一个表达形式表示出来 就是可以让这个Model 学到一个更Basic的一些概念 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Object 很多Task 它是有一些Shared Information的 这个是在我们 其实在Inference里面是很重要 就比如说人去学一个物体的概念 它可能看过桌子椅子凳子 然后看过猫和狗 它在建一个松鼠 它就不会觉得很 就是它就是对这个概念 就是很 它哪怕不知道这个东西叫松鼠 但是它可能大概知道 这是一个Object 但是如果说我只给它看了 就是我只给它看了 这个椅子的这种样子 那可能它再建到一个 就是一个动物的一个图片 它就会很 就是它 就是它会就是觉得这个很不认识 所以说呢 就是Unified的这种Formulation 是有这样一个好处 所以我今天讲的这篇文章 它就是今年ICCV的一篇 它是将三个不同的 Video的VideoTask做到了 整合到了一个网络下 那我们现在来看 这篇文章是怎么做的 它首先呢 它的Target 这篇文章Target 它是将VideoTemper Grounding的Task 做成一个Unified的Network里面 什么叫做VideoTemper Grounding呢 就是VTO 它的目标就是说 给定一个Video 然后还有一些Query 就是一些问题吧 就是用户输入的一些问题 它能给出来 就是给我根据这个问题 和这个Video 给出我想要的 这个返回我想要的 这种视频帧数 就比如说 在这篇文章里面 它讨论了三个Task 一个是Moment Retrieval 一个是Hallied Detection 还有一个Video Summarization Moment Retrieval 我们现在 我现在分别来讲一下 这三种不同的Task 就是对Moment Retrieval来说 就是说 比如说 给定一个这样子的一个 过生日的这样子 一个小孩子过生日的 这样一个视频 它是Ten Minutes 很长的一个视频 然后我可能没有时间去看它 然后我如果问它 我说 When do the case dancing 它这个Moment Retrieval的Task 就要求我去返回这么一段视频 就是它的起始时间和终止时间 去告诉我 这个孩子跳舞是在哪一块 所以这个 这个是Moment Retrieval的Task 然后还有对于这个 Highlight Detection呢 它的这个Task 它的目的就是说 可能我们的问题就是 Highlight of this video 所以它就是返回一些 就跟这个主题很相关的 跟这个Birthday video Birthday跟Birthday 很相关的这些 最相关的一些Frame 它这个具体的定义 就是它要求返回的 这个Frame的Number 是前百分之 就是百分之二 就是因为它如果返回过多 就没有意义了 所以它只 它这个Task的定义 就是百分之二的一个Number 它去返回 然后它具体做的话 它就是说 其实对每一个Frame 它就assign了一个 和我这个主题相关性 然后它就是可以 百分之二 前百分之二个相关的 然后Frame它去返回 还有一个 就是Video Summarization 它的呢 它的Target就是说 就是要跟我的Query 就是包含我Query的 这个概念的 所有的视频 就是它这个里面 用的是Food 这个Example举的是Food 所以说针对 所有的Food的Frame 它都要去进行返回 所以是说 可以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它这三种Task 它是在它的Input Output是有一些不一样的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它其实是 从我们人的理解来说 它其实是很相关的 就比如说我Hallad 它就 这个也是算Similarity 然后这个Video Summarization 它是是和不是 其实它跟Similarity 是很有关系的 包括这个Moment Retrieval 它也是给我这个Query的概念 是有关系的 所以说 所以这篇文章就是说 它探讨了 怎么样把这三种Task 结合起来 就是一起做 在之前的工作里面 是没有这样去做的 他们之前的工作 都是独立的去处理 每一个Task 然后可能有的 有的工作是 把某两个做起来 但是它这个 它这篇文章是 第一个是把这三种不同Task 都做到这样 一个网络里面的 我现在再讲一下 就是这三种不同Task 的一个relief work 就是之前的work 是怎么做的 首先对于Moment Retrieval来说 它的label是 interval wise的 是这样子一种label 它之前的方法的解决方法 它是有两种不同的方法 一个是proposal based 还有一个是proposal free based proposal based的就是 它首先给定一个video 它去生成一些segment的candidate 然后它经过这些segmentcandidate 然后它给他们去打个分 然后去它返还最top的这个candidate 还有一个proposal free 就是通过我的input 是一个video 它直接是一个regression task 它就直接输出 它的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 对于highlight detection 这个task它的相关工作呢 它就是说对每一个 就是video segment 它要传一个 就是它要传一个 叫它的一个scal 它这个scal是0到1之间的 一个值 然后它返回的时候 就是就返回到 它可以通过 它所定义的 去返回一些它就比较高的 一些segment 还有一个是video summarization 它的label是proposalized的 它就是说每一帧 它包含不包含这个 跟我这个需要知道的 这个query也好 还是它的一些 就是跟这个视频主题 相关的一些frame 它其实之前的work 是有两种不同的setting 一种setting就是 它不输入任何的query 就不输入任何的test 它只是说给一个video 给一个video 然后让你自动的就上乘 跟这个video相关的一些frame 还有一个就是说 现在还有一个就是 更接近于实际应用的 就是我的用户可以 去input一些 就是payward的吧 就是说我要是蛋糕也好 food也好 还是water也好 就是各种概念进去 然后它返回 specific的frame 所以说之前的work 就是之前大家是把这些 有独立的dataset 然后有不同的 有独立的network 去分别做这三种的 所以这篇文章 它就提出了这种 univtg 它的contribution 就是说首先 它define了一个uniform的formulation 它将这三种不同的label interval-wise和curve-wise wise和point-wise的 这种它define了一种 uniform的formulation 然后它通过这种 并且它通过这种 defineuniform的formulation 它可以从某一种label 转化成另外两种label 它也同时定义了 这样子的一个转化关系 所以通过它这个 定义的转化关系 它collect了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dataset 当然也是借助 已有的一些dataset上去 就是等于说 它把一些dataset整合了 整合成了一个 比较大的dataset 然后它又提出了一个unified unified的一个model 然后它根据这个unified的model 就是它根据它之前 collect的这个 大的dataset 然后包括它定义的 这个supervation的 这个formulation 它去称这样一个model 它把这个东西 作为一个portraining 当它真正的inference的时候 它还是 它具体的话 它就是在具体的dataset上 进行fantoning 然后就可以进行 就解决不同的task 它这个是可以独立的 就是它可以 就是你可以只做moment retrieval 或者highlight detection 或者video summarization 它是分开evaluation的 就是它可以 就是这个就是跟正常的 这种三种不同的独立的task 就是这个是最后的evaluation 是一样的 然后它的contribution 主要是两个 一个是unified的formulation 一个是unified的网络 我现在接下来就是具体的讲 这两个它是怎么去define的 首先我们看一下 它怎么样define这种unified的 这个formulation 将不同的label 整合到一个label 就首先我们看它的input 就是它的input是一个video video它把它 先定义成了一个 相同长度的cliff 就是在这里面 假设有lv个cliff 然后它还有一个input 就是它这个query 就是它可以有lq的token 是它是这样表达的 然后它最终的这个 它想要得到的这个unified的formulation 是长这样子的 就是对每一个clip 它都要返回三个值 一个是fi di和si fi它的概念就是说 是forground和background 就是说就是说这个clip 跟这个query 是不是这个query 就是零和它的曲直范围 是零或者一 然后对于这个di来说 它是一个boundaryoffset 就是它这个di 就是说我这个clip 对于我这个query 它的距离的一个起始 就是它这个di 它是有两个值构成的 一个是跟它的这个interval的 起始位置的距离 和它的结束的距离 是dis和die 然后第三个值是它的si si就是它的一个 就是可以看成它的一个相关性吧 它是一个0到1之间的一个 0到1之间的一个值 就当然就是这个值越大 说明它跟这个 就是说跟我的这个query的相关性越大 然后它这样子 通过这样子的一个formulation 它就把这三种 它就把这三种不同task 整合到了这样子 这样子的一个formulation 我接下来要具体讲一下 它这个是怎么样去定义它 就是怎么样去给它assign 就得到这些这三个值的 就是怎么样它去create它这个label 就是对于它的任意 给定一个video和一个query 它怎么样得到这三个不同的值的 我们现在来看先看这个 先看这个boundary offset这个d的值 它是怎么得到的 它这个d的值 它主要是跟moment retrieval这个task相关的 它主要是 它就是说 它要得到的是dis和die 就是它得到dis和die 它根据它当前的这个clip的 它这个位置 它就是减去和加上 就是得到了它这个最终的这个interval的这个值 那它具体怎么得到这个label的呢 它是根据一个已有的一个data set 就是videocc这个public dataset 这有个example 这个data set的呢 它就是对于每一个 它也是这个video dataset 对于每一个 就是它对于一整个video 它有很多video segment 它对于每一个video segment 然后它会给它assign一个subtitle 就是比如说 这个是一个演唱会的视频 然后它就会给这一小段segment 它去assign这样一个 就是说这个sinner 在这个artist 在这个ig city在表演 因为它是知道这个subtitle它的起始位置的 所以它就能通过这个 去把它这个dis和die算出来 然后它这个bundry得到了之后 它怎么去把它转化成另外两种类型的type 另外两个label 就是说对于这个clip 它在这个interval里面的 我的fi 就是它是 这个fi其实是01 所以就是说 它不在里面 就说明它跟这个不相关 所以它就是0 然后这个si 它也是散成0了 然后对于它在这个interval里面 那这个我输错了 这个应该是1 fi应该是1 然后这个si应该是大于0 它就是把这个di distance的这个label 转化成了另外两种label 然后我们现在看第二个si的值 它是怎么得到 这个si值 它主要是跟highlight detention 这个task有关 然后它得到这个值 它其实它是用了一个 asign了个similarity scope 它是借用了clip 这个模型去做的 就是它给定一个video 给定video 同样就是给定一个video的每一个clip 它得到一个embiding 就是它用这个clip的encoder 去得到这个video的embiding 同样它也是对于这个 就是它有一些 它有一个concept bank 就是常用的一些keyword 它去给它也经过一个clip text的encoder 它得到了这个concept的embiding 然后它定义成了concept similarity 就得到了这个si的值 那它怎么转化成其他两种label呢 就是它用了一个threshold value 就是当这个si值大于某一个 它的这个threshold value的value之后 它这个fi的值是h1 否则的话它就是取0 同样它这个di和dk 也是能通过这个 因为它知道已经知道这个 跟它相关的这些frame了 然后它就能把这个值给算进了 然后这个是它这个si的取值 是怎么去定义的 然后最后一个是它的这个fi的值是怎么算的 fi的值是跟video summarization这个task非常相关 然后它是pointwise label 它这个值它的label去获取是从这个 ego4d里面这个dataset去获取的 就是ego4d它是一个 这个是就这去年吧 应该是去年CVPR刚release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video dataset 它有很精细的label 就是它会对某些time step 它去会assign一些 就是对于这个就产生一些新的动作的时候 它会去给它assign这种就是事实的一些描述 就比如说这个它是去拿这个 去拿这个chop sticks 就是去拿这些物体 就是拿这些物体 然后这个开始的时间它去知道 所以说根据这个行星 我们就明显的就是能根据这个keywords 然后去找到它这一针 是否是跟它 就是这一针是否是属于 如果对于这一个来说 那所以这一针fi就是1 然后对于其他的就是0 然后它通过这一个东西 去给它去assignfi的值 当我们得到fi的值 我自然也可以去assignsi的值 然后对于它di呢 di它这时候 它这个应该是没有具体的 它这个动作结束的一个过程 它可能是只是assign这个开始 所以说它对它的距离去计算 它就是通过计算这个video里面 它相连的两个动作之间的 这个时长 它算了个average时高 去给它去算 计算出来这个di的这个值 通过这样子的一种定义 然后它也可以算成 可以得到fi 就我们可以看到 它对于每一种label 它可以都是可以去转化成 剩下两个label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它其实是应用了 它把两个dataset整合起来了 一个是这个一个40 它这个是有这种pointwise的label 还有一个是前面讲的这个videocc 它这个其实是一个weekly annotated的 就是它有个segment 它这个应该不是完全是人标的 它有一些weekly的方法 去给它assign这个的 它就是把这两种dataset整合起来 然后去对它进行training 就是进行整个task的training 之前讲的就是说 它怎么去assign这个label 以及怎么得到这些data 就是它把不同的dataset整合起来 现在我们得到data以后 然后我们有label以后 那我们具体怎么去算呢 这个就是它第二部分的contribution 它提出了这样子的 给unified的这个network 它unified的network 就是它的input 它的input就是video和query 然后它的output是三个值 就是跟三个task很相关的 这三个fds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assign的 它怎么样得到的这三个值 我现在就是现在 就是一个就是 所以说现在有两个问题 一个是它的网络结构 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以及它的这个 supervision到底是 这个loss是怎么算的 我先讲一下 就是它怎么 就是define它这个loss 去学这三种不同的task 以及然后我再会讲一下 它具体就是设计了两个 它这个是设计了两个独立的branch 然后去是这样子的一种network 去得到最后的output 我们先看一下 它的这个loss是怎么define的 就是loss的话 它是有三个不同的loss 分别去计算fds这三个值 对于f值呢 它是算用cross entropy 这样子一个loss 因为它的值是0或者1 但它实际输出的时候 它也是一个probability 所以它就用了一个 这个是跟我们的 就是常用的cross entropy 然后根据这个去计算的 还有它的offset 它的d 就是它的offset的这个d的值 它是用了一个l1scal和iou iou它这个iou是因为 它根据这个d offset去倒推出来 它的takengrounds truth的之间的iou 可以算一个 它这个是eBay的一个iou的一个scal 它这个s的值计算 就是稍微复杂一些 因为s的值它是一个similarity 它这个没有去给它 算一个具体的就是值 所以它就是它首先定义了 怎么去assign这个similarity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它用了consign similarity 它主要是一个video clip v和这个query s之间 去算了这样子的一个similarity 它是用consign similarity去算的 然后它是用contrastive learning 去算去学这个 去让它们更相近的frame 更相近的pair 更相近不相近的pair 更不 它的这个cosign similarity score 更小 它主要是它这里面用了 它定义的positive sample 和negative sample 对于positive sample 它的定义就是说 对于我任何一个video clip 它对于任何一个query s 它首先用clip 它首先用clip去算了一个cosign similarity 它就是将那些cosign similarity 大于零的 它都当成它的positive sample 然后它的negative sample 就是它有两种negative sample 一种就是对于相同video里面的 negative sample 它是怎么去sample的 还有一个是对于不同的video的 就是对于不同video的negative 对于存在于不同video的clip 怎么sample 首先我们看它对于存在同一个video的 这种 它是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 因为我知道了 我得到了我当前的这个 我当前clip的值和 我当前这一段video clip的值 和这个query s 它用clip那个网络 去算了一个这样的值 然后我剩下 我再去sample sample它的剩下的这些 这种video的clip 它只要它的这个similarity score小于我的这个positive 我都把它当成一个negative 然后它会让这个 算这样子的一个log 求个log 然后求个复数 它让它越小越好 然后还有对于一个不同的 那这个就是比较更加就是直观了 就是它对于 它对于clip 存在于不同video 它都当成negative sample 所以它的这个loss的 就是说让positive sample 它这个similarity 非常大 然后让它这个negative sample 它最后算出来 这个similarity scale变小 这个就是它这三种不同的loss 它通过这三种supervation 它就可以得到 这个F、D和S 这三个score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它是它的network的architecture 是长什么样子的 就是它这个networkarchitecture 它有两个branch 首先它第一个branch 是它输出了这个F和D 还有个branch 输出了这个S 它管这个输出S的 这个叫做cross model alignment 是这样的 这是这一支 然后它对输出FD的这个branch 叫cross model interaction 我们现在看第一个branch 就是cross model alignment 我们先看一下它的input 它的对于这个这一支的input 就是它input的就是一个video和一个query 然后它通过进行encoder 它得到了它的video的clip的embeding 和这个query的token的embeding 然后它去过了一个attention puller 这个lare 它这个lare其实就是一个就是把这个降位 就是我原来我的query 它有lq的token 所以它的feature map的size 是lq乘以d的 lq就是一共有lq的token 它每个token有d个dimension的一个vector 所以lq乘以d 它就用attention puller这一个操作 将它转化成了1乘以d 也就是说我将一个query 我再不再对每一个token 有个单独的embeding 而是我对这一个query 有一个整体的一个embeding 一个facial来表示 然后它这个做的话 它是用矩阵的一个乘法去做的 然后它有一个 它把这个q乘以了一个w的一个 是w一个矩阵 然后乘以这个q 那个w矩阵是可以学的 然后对于cross model interaction的这一支呢 它是这样做的 它就是对于我这个video clips的embeding 它先加上了个position embedding 和type embedding 它同样对于query 也是进行了这样子的一个 加上了position embedding 和type embedding 然后它把这两个embedding 进行contact 然后过了一个matt head self attention layer 然后它有这个有10层 有k层 有k层 然后经过这个有k层之后 它把这个feature 再进行了convolution layer 然后输出最后的if和d 通过这样子的一个 模型 它就是将video的embedding和query embedding就是align起来了 并且让它们之间feature的融合 学到了它们之间 所以也可以因为我们最后的这个output 其实它的都是说它们的相关性嘛 就是它们的share的一个东西 就是说通过我们将它们的feature 就是通过这样子的 把它们的feature 给fuse到一起 然后最后预测 它们这三个不同的值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就是它inference 它对具体的task 它是怎么得到最不同的task的 最后的结果的 就是它经过这个模型的这个training 它最后这个模型的output 就是会输出fbfbs这三个值 然后它对于moment retrieve这个task来说 它首先就是根据这个fi的值 将它预测的这个bundry 进行一个排序 然后它用个nms去remove掉一些 overlapping的一些bundry的一个 这个区间 然后输出最终的 它的这个moment retrieval的output 然后对于highlight detection来说 它就是用了把fi值和si值相加 然后就是把它们值相加进行一个排序 然后最后输出最终的 分最高的这些frame 然后对于video summarization来说 它是将是直接用fi这个scal进行排序 然后returntop2 就是fi最高的top2的这种clips 作为最后的结果 我们现在这个是它这篇文章的 这些是它这个文章的方法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实验 它的实验 它的diaset首先就是 第一个框这个dataset讲的是 它用于portraining 就是其实也算是它怎么样把这些 就是是它就是提出的这些方法 把这些不同的dataset整合成一起了 然后去串这个模型 它其实是 其实只是两个dataset 里面的只得到的一个 只得到的一部分数据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 就是刚才我讲的就是Ego4D 它是人标的 所以它是非常精细的 人标的一个label 所以它没有用到solo label 它这个是manual label的 这个所以它是 这个是打的差 然后它是pointwise的label 然后videocc它这个是 它这个并不完全是人去标的 它是有个weekly annotation 去给它segment assan subcaption 然后这个clip的话 它是通过就是去sample 这里面的一些数据得到的 然后它第二个框里面是 它就是进行evaluation 因为它对不同的task 这个mr就是moment retrieval 这个hl是highlight detection 还有这个vs是video summarization 它通过去找了这种不同的dataset 然后它就是用它portring网络 然后在某一个具体的dataset 接下来fantone 然后进行最后的 就是预测最后的不同的这种task 我们看一下它最后的结果 我只截取了一部分的结果 就是这是其中一个dataset的 就是看一下它的moment retrieval 和highlight detection的值 这个倒数第二行 这个是他们的performance 可以看出来它这个还是对之前的 跟之前比的话 还是有很大的一个提升的 然后它这个withportraining 就是说它这个有portraining的这一步 然后这一个是说没有portraining 然后还有这个zx是zero short learning 就是说它没有在这个dataset的进行training 直接是拿portraining的model来进行inference 然后还有它比的话就是比了两个model 这两个model它是有这两篇文章里面 也有他们提出来的自带的一些portraining的方法 可以看出来就是这个提出的这种三种 用三种不同的level去一起去学的话 它会更就是是比之前的方法 之前的portraining是更有效的 这个就是highlight detection 就是这一栏是highlight detection的结果 也可以看到它也是就是都是有提高的 这个是这个表格是video summarization的一些结果 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也是它这个分 当然它这个分可能没有刚才那个有提高的 那么就是因为有两个 有一个这个分没有打过这个方法 但是可以看出来它剩下的这些还是有 还是有显著的提高的 我们现在看一下它的application study 它application study主要验证的点 就是说它的这种 就是它用了这么多data 然后它用了这么多网络 然后它用了这么多 它用了这么多的数据 它以及它用了这三轴不同的label 它对它最后的结果都是有提高帮助的 首先我们看它这个portraining里面 它就是说它应用了 对于第一个setting来说 它只用了这个这一个data set 然后它所以说它只有pointwise的label 它只用了它pointwise的label 然后它是可以看到它这个performance是 相对来说是比较差的 就是最差的 然后它同样这个是 它只用了这个video.cc这个网络 然后因为video.cc只是这个interval的这个label 然后它用它做portraining 然后是这个结果 可以看到它当它用了三种不同的 这个data set 然后三个不同的这个三种不同的label以后 它的performance是有提高的 然后它还从另外一个维度也来说 就是说我如果是都用这些label 但是我减少我的这个training的这种sample 我们可以看到它也是说 就是说它的performance也是有decay的 所以它这个方法就说明它的不仅是这个data多有帮助 然后以及它的这个 因为data多它提供了更多的语料信息 然后让它建了更多的场景 让它更变得更generized 以及包括它defined的这三种label 它也是有意义的 就是说我去预测 同时预测这三种label 其实比我仅仅预测某一种特定的label 还是就是也是要有帮助的 然后它这个还 它这个又做了一个实验 就是说它去只用了一部分的training data 然后它在moment retrieval和highlight detection上面去测了结果 我们也可以看到它还是 当我们用了更少的sample的时候 它这个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performance的decay的 这个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讲 分享的这篇文章的所有所有 所以就是总结一下 也就是说从这篇文章里面 我们的take away大概是说 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把 就很相关的这些task 就是可以说 比如说我们segmentation 或者是说我们的classification这种 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还是在我们的by medical的dataset上面 我们还是 因为我们by medicaldataset上面 还是有专 就是比较强的一个专攻性 就比如说我们的organ segmentation和cell segmentation 它其实这个尺度的这个 就是scale的 它这个object的这个change还比较大的 但是我们能不能就是 但他们也是有些share的东西的 就是我们怎么能找到更相关的task 然后以及将不同的这种很相关task整合到一起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比较interesting的一个研究方向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 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见到更多的data 就哪怕这个data跟我的最后的 我这个要inference的 它这个data不是完全 不是完全就是一致的 但是可能见到更多语义信息 这个也是对我们最后的task是有帮助的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是这两个比较大的推格位吧 从这篇文章 然后就是 就是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哦 陪贤谢谢 我觉得讲得非常清楚 逻辑很有条理 这个讲的我觉得非常精彩 哦 谢谢 非常感谢 谢谢 非常感谢